各位朋友晚上好都睡了 其实这个说话呢也是比较尖锐 但是事可真是这么个事 对吧 这三年其实对于我来说 从思想到意识到所有的那些东西 具有革命性的转面 就来自绝望 但是我第一个学历告诉我 我要不服从一件事情 就是打枝 我们家都没打 这个没打呢我也比较怂了 也没有采取那种 就是你们年轻人的这种硬刚的方式 胆小对吧 我对我也很绝望 很多人有疑问 说那形势严峻啊 你怎么能逃脱 除了我这个比较怂以外 我还有另外的一套作法 这叫十六字方针吧 对吧 游击战嘛 敌皮我打 敌进我退 敌皮我扰 敌什么 剩下的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就这个路子 我们家都没打之 但是我很绝望 因为我看到了这三年 这种屈服性的训练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纯度 18K都算 都不能够表达纯度了 是这样的 感同身受吧 因为我哥呢 也算是一个老年人了 他在上海 他们也算是 这个脱了贫的 那一路的人 对吧 但是 知道在那个形势下 我嫂子跟我视频 她说你看啊 就这一个橘子了 俩橘子了 你哥哥说了 今天不吃了 明天再吃吧 其实过了这个 过了这个事啊 你在想这个事啊 已经没有体感了 但是那一刻 我觉得 人的屈辱 已经到了 正负零以下了 你没有任何负极之力 可以表达 你的第一需求 就拿我来讲吧 可能有几个朋友 包括冷大使啊 忠臣他们都知道啊 我就给密了 就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啊 采取另外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相对宽充 没有被这个板子呀 或者是这个姑们啊 这个大白弄过 但是每天 在跟这个单位的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都联系 哎呦喂 因为一包子菜 因为一口吃的 因为一片子药 我真的体验到了 人们的绝望 无力 怂 还有 谈不上尊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 我讲个故事啊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玩伴 小伙子嘛 一起玩的啊 他叫小刚子 现在可能得狼狂啊 他母亲呢 经常这个 这个去那个 封台这一带啊 不知道倒是什么东西啊 倒来倒倒去的啊 骑个车子 有一天在大桥底下呀 就被这个 一帮这个节道 给劫过一次 他带了一个上海的手表 他母亲啊 呃 就就就跟这个 歹徒吧 就是节道的说 呃 你别抢我 也许实际上 人家笨他兜里的几帮鞋 或者是手上这这款表 对吧 但是他妈呢 屈服了 啊 呃 就说你们 想干嘛就干嘛吧 就别抢我那块表 后来就让这个 这个节 节道的这三个小伙子 就给倒腾了一遍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后来 让他爸就给发现 回来他得说呀 对吧 你看你闹得灰头土脸的 你这裤子哪 这个不是 怎么回事啊 那个时候人们也 对这个事情 不是很在意 他爸说 你这表呢 表还在手腕子上 哎呦喂 那就洗把点 完来就就又睡觉了 就是这人 人家屈辱啊 到了这种 客观和主观之间 已经 完全匹配的状态 像 哎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啊 有点乱 其实有一个故事 我多次讲过 我三岁的时候 我眼前发生了一件事 可能很多人说 你三岁就记事吗 哎 记忆了 因为弗洛伊德的这个 告诉我 只要够强烈 巴普洛夫也告诉我 只要条件够强烈 刺激到你 你一定会记忆 那时候我还小吗 文革 三岁左右 都在那个礼堂里头 说把谁 蹬过去 就 就 就 你必须得去 你不去 那就是醉 家里头 都得去 对吧 哎 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一个 大油桶 改造的 一个大炉子 里头 使唤的炭火 对吧 烧得奔红 对吧 就房梁上 就吊一家阿姨 就 一个 弓宣队的 还是这个 那个斯盘造反派的 这帮人 就那个铁筷子呀 就烧得通红 给我两米 一筷子 从这个阿姨的那个 就是 阴道吧 就给穿进去 后来我知道啊 这个阿姨呢 这个 当时把我们吓 那时候阿姨一下呢 就炸了 对吧 那乱 哎 我就记忆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阿姨就终身 残疾了 为什么残疾呢 就是直肠和大肠 就是这个 管枪都 这个 破坏了嘛 这个阿姨呢 是正好是我们那个 地段的一个 医务工作者 地段的医生 后来他活了将近 八十多岁吧 我时不时的还去看看他去 终身是带着这个 其他的 那个什么的 你看我说到这儿 和这个三年 有没有联系啊 有联系的 因为这种意识流 让我 莫名其妙地 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 回路 它是有联系的 你看我不是说吗 这个 陈凯歌拍的那个电影 霸王别姬 对吧 其实细心的 观众啊 还有这个文艺青年 应该听出 里头有一句话 是能够 被载入史册的 而且是 刻骨铭心 什么呢 不是批斗 这几个人 突然那个 这个 那个戏子 不就说了吗 我们今天遭的这个罪 都是我们一步一步 自己走过来的 自己造成的 自己做的孽 自己做的孽 大概其就是 这么一句话 没智 这个就是 你要说基因传递 还是实在是 怎么这么乱 我也不想再说了 总之 就这么大人的事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 还必须得报告一下 因为比较光荣啊 我还做过一件 非常爷们的事 就因为你不打针嘛 他说经常有社区啊 说你给你打电话 其中有一个 社区的这个 什么网格员啊 还是什么 乱七八糟人 一个老娘们啊 就 我跟他硬杠去来了 先是在电话里头啊 为什么硬杠呢 他说了一句话 你是不是不配合 这句话是极其的威胁 带有这样的一种 强制的这种口吻 而且他的身份 是一般的人民群众 我首先是个法学家 我也是一个 对吧 就跟钟晨啊 这个冷大使 他们一样啊 这个 有脸有面的 那么人 对吧 你谁啊 你这是 哎 我就在电话里头 就跟他硬杠下来了 对吧 说的都是硬话 但是都是 他听得懂 也说不清楚的 拐着弯着 骂着 八辈祖宗的话 我名字啊 我都知道啊 我说 等这个消退以后 看我怎么 收拾你 对吧 我就跟你 说道说道 后来随着 我就觉得 爷们 对吧 就就 把这个 这个内心的 这些东西啊 就就 一股脑子 倾泻出来啊 胳膊 他 脸 脸滚带骂的 就把他给 哎 那个弄了一顿 事后我发现 出现了一个 什么事情呢 不是咱们手机上 都有那个什么 那个车门 那个门 我也记不清啊 公然的能够表达 我在什么时间 打过一针 事后我知道了 原来他们 拉一个人打针 是有奖励的 这批奖金 是不知道谁 哎 明白啊 后来我找到社区 是这个 不是开放以后 我就找社区 一定要追查 我说 这个 你来过 一定会留下痕迹 留下东西 踏雪屋 还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追查 谁在这里头 做了这件事 谁把这个 你们一定要公布 这个奖励的 这个名单 我要看到 因为这个钱 财政给你拨的 这个钱 它总得有 支和出 对吧 也得有明细 对吧 得有个造册吧 后来他们 那个社区主任 包括派所 所长也跟我说 哎呦 咱们都 相里相亲的 街里街房的 就你这 什么 不行 这个什么 就开始说 这个 这些话 对吧 最后说 我说 一定我要知道 这个人是谁 我怀疑是 那个人 我把那个 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 那个什么 后来这件事情 也不了了之 总之 看他们那些 这个 后来的放的 那些软话呀 也是怕我追究 也跟我这个 磕头如打算的 说了很多好话 又滴茶水 又滴烟的 哎 我一想 他们的 也就是这样 你说怎么弄啊 对吧 那个网格 那个网格园的 基础自然资料 我是记得清清楚楚 我也跟人打过招呼 他就在某小区的 某一栋楼 就一个 一个 一个 失业 在家的一个 这个 全职太太 等着啊 一旦要是有了 什么 气氛起来 板砖 伺候呀 这妈的 这些人 活着 是 就觉得 祸 当然 这个不是情绪 就是一旦 到了气氛的情况下 他做过坏事 一定要付出代价 他做过 这些横事的话 一定要让他 尝一尝 什么叫横 这个人我是记得的 啊 啊 啊 好